大家好,我是小雨,现在在四川的家里面 今天是元宵节,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大家兔年吉祥,前途无量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个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的房车旅行在一周后将会重新开启 因为房车正在维修,大概还要一周的时间才能修好 这次维修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要更换传动轴 第二个就是要把太阳的板全部换掉 先说一下传动轴的问题 之前我们在云南的高速路上传动轴断掉了 开到了云南当地的维修厂去维修 但是他们没有找到同款的传动轴 就简单的维修了一下,我们就把车开回来了 所以传动轴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必须要把它换掉 我们回到了四川之后就把房车开到了当地的维修厂 但是因为过年呢,维修厂休息了十多天 所以说一直就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维修厂还是非常积极地 帮我们采购同款的传动轴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这辆房车 款型太老了 还是因为太小众了 找了好多天都没有找到 最后还是在保定的一家工厂里面 买到了一组 昨天终于到货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发错货了 又要重新发货,还要再等三四天呢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只能耐心地等待了 好事多磨吧 不过并没有耽误我们太多的时间 因为第二件事情 更换太阳能板是可以同步进行的 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这台二手房车买过来的时候 太阳能板就是全部坏掉了的 之前我们在永人的时候 遇到了房车维修厂 当时咨询了一些价格 他们那个地方的价格是一瓦 9块7 加上MPPT 差不多600瓦要7000块钱 这个价格就实在是太贵了 后来我们在网上咨询了一下 网购单价是2块4亿瓦 加上控制器 辅材的话 买了610瓦 一共花了2340 再加上安装的人工费 总价还不到3000块 还不到之前的一半 节约了不少呀 新买的太阳能板这两天就要发货了 差不多五六天之后就可以收货 然后就进行安装了 等传动轴和太阳能板都弄好了 我们就可以正式出发了 其实太阳能板的安装不复杂 我之前在网上看了一下教程 自己都可以弄 但是考虑到我们自己安装 可能质量上会有一些瑕疵 所以说我们还是请到专业的公司来帮我们弄 等安装的时候 我们会专门录一期详细的视频 有想自己动手安装太阳能板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拜拜